好,《人民力量》第二節,再次跟大家見面 左邊我們《人民力量》的主席劉翁,劉家鴻 剛才我們講了這次區議會選舉的目的 以及主流傳媒的情況 《人民力量》這次派出64位 全香港是412個選區 其實全港都是很少的議席 我們雖然出這麼少人 但立即被傳媒和民主黨抹黑指責 說因為我們的參選 令到保皇黨七十多人嗎? 七十多人 七十多人自動當選是我們的責任 是人民力量的責任 這個非常可笑的說法 首先我不明白為什麼就是 我們不追擊你 就會去參選那些位置 不會的 我們人民力量本身說得不明白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追究回去年 政改方案一役的帳 所以我們參選,怎樣參選 跟究竟那些人 有沒有多少人自動當選 是沒有關係的,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他們第一大黨 所謂法輪民第一大黨,民主黨 他不去參選去打那些人 為什麼會放在我們那裡呢? 我真的聽不明白 更加重要一點就是 其實民主黨參選的這次是多了 但是譬如好像文協那樣 他比去年少了三人參選 我又很想問,少了人參選 那不是應該是你的責任嗎? 其實少了很多的 他原本1957年就37個 是啊 他今年只有26個 26個 即是那時候的3分2而已 是啊 是吧 還有譬如,社民連他們都少了 當然可能他們說 人數Member少了 這個也不足夠 但是譬如就算公民黨 他們都沒有多6、3、4 一樣 那我就很奇怪了 根本上你們加起來出賣的人數 都不是多了的 那他現在多了人自動當選 關我們什麼事? 我真的完全聽不明白 這個指責是從哪裡來的 其實這個原題我真的完全聽不明白 其實最荒謬的就是 他們完全沒有做分析的 是啊 只是拿了一個原訊問我們參選的 我們參選呢 我自己新界西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計算其他區 我只是自己新界西 我們跟這個民建聯 一對一單抽都五個區 是 就是如果說沒有了人民力量參選 就多了五個區自動當選 是啊 應該不佔 只是新界西 只是新界西 不是好像元朗都五個了 是不是 不是 一對一 一對一 因為有些人又對民建聯 有些人對其他人 是對的 如果說以人民力量對民建聯的 新界西24個區裡面 有15個是有民建聯的人 如果加上自由黨 差不多成20個 是啊 是啊 我看不到我們已經做 而我們已經是 60多人裡面 已經是有20多個做這樣的 如果你計算人民力量60多人的話 我們跟民建聯對撼那個 絕對 一定超過一半的 是啊 肯定 沒有的 只是跟 有民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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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超過一半 只不過你其中的 也有民主黨 我們也當你建制派這樣 招呼的 所以我看不到為什麼 我們的參選 反而是會多了 人自動當選 是有什麼 因果和直接的關係 所以你看到主流傳媒 一開始啟動的選舉 當年民主黨那些卑鄙的說 我們是民建聯P隊 你自己投共也不說 你自己密室政治也不說 你自己出賣選民也不說 你自己支持這個千二人的小圈子的特首選舉 自己又樂於玩這個遊戲 又說自己會參選出賣香港人的權利 所以主流傳媒又好像很欣賞他們這些卑鄙的行為 和這些出賣香港人民的利益的行為 又好像完全不理 那沒辦法了 真是歸了邊 因為老實講 當初政改方案 明報和蘋果都支持的 就是現在民主黨的政改方案 所以他們一定要為他們 當初他們支持的立場互航 說實話現在其他親共陪體都不用說了 真正正對於人力量的做法 比較有少少同情的 其實反而是信報的 某幾個政治專欄 反而是說得比較好些 其他明報就最離譜 《蘋果》 《蘋果》 《蘋果》理儀都不差 是的 但是他自己的難 但是其他新聞的報導 總之是黎智英的的勢 全部都沒有答案 《蘋果》一定是 總之是我們 我們就令到多了人自動黨選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你們自己加上派少了人 對他關我們什麼事呢 其實最大責任就是民協 因為民協七個人最少了 你少了這麼多人 少了十一個人 你原本37 你現在變了26 你少了人參選 就令到人自動黨選機會大了 嘩 你自己不承擔責任 所以要數一數 九龍西是民協的老茶 其實屯門過去很多民協的成員 其實過去攜政都是民協的成員參選 他自己整個組織散散 是嗎 變成去參選的人士少了 就將了這個所謂自動當選 喂 你民主黨都有個自動當選 周圍希 是嗎 所以你民主黨都是自動當選的得益者 過去這麼多年 你幾可聽過說有民主派的人會自動當選的 沒有啊 這次是一個 是嗎 所以 看看資料 07年的區議會選 民協正在九龍西 已經有28個人了 嘩 這次他們加起來也只有26 是的 但是民協 上年還有新界西也會選的 九龍東也會選的 是 那這個是不是其實已經是他們的責任 我看不明白為何他們派了少人參選 還要關我們什麼事 還是多了多人自動當選 關我們什麼事 第二就是也有一件事要學得很清楚的 我們人民力量講到明 是要撥亂反正票債票償的話 很多出來參選 或者參與之次追議會選舉 那個目標就是 要跟民主黨民協的選將 如果不是有他們投共 我們連出來選將 這班人都不會出來跟你參選 如果沒有這個議題 今天人民力量不存在 不會存在 那這些人也不會出來參選 去跟你算帳 那很可能你們不參與 人民力量不存在 我和中文可能都退隱 沒錯 加上好像剛才你說 有很多我們都只是單對 單到民見面 如果報了你們去投共 我們更加不會出來參選 不就更加多人 所以我都不明白 究竟現在其實他們這種說法 是怎樣可以成立的 還有一個現象 我想所有的傳媒都沒有什麼認真看的 其實過去很多的選區 除了民主派參與之外 是很多所謂地區人士參與 這些地區有些其實 那個本質和意識形態上 都是親政府的 或者是親共的 但是基於一些個人的地區議會情仇 他們就很不滿意現任那個 或者那些出來參選的人士 許出我又出這樣 是吧 比如你蔡素素最清楚的了 是 上一次跟他對撼那個 又是這些福建 自己福建這些同鄉的人來的 所以 但是今年一個很獨特的 我自己看到的地區上 我未看完全港 但是今年是少了很多 地區上的獨立人士 挑戰保皇黨的候選人 這個是少了很多的 為什麼呢 是不是已經阿爺吹了雞 還是怎樣呢 這個也挺特別的 很特別的 這個 你意思就是以前 其實為什麼都有一些 所謂沒有這麼多人 自動當選的原因 只不過可能地區裡面的人 不咬完 不咬完 雖然他們兩個都是所謂 保皇建制的 但是呢 總之我就是和你過不去 我怎麼都和你頂一頂 勤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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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所谓自动当选 那个背后真正理由是什么 因为你还没做一个全面的分析的话 你还从某一个表象去形容 这两个表象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没有因果的关系的 没有因果的关系都很重要的 我觉得今天好像李鹏所说 反而说了一句 之前他虽然在五区港南港 也不是太支持我们 但是他说了一句 他说这个完全没有关系的 只不过是一些政党被人自动当选 不分气才会说这些说话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 但是很明显你会看到 几个保皇党当然不会说 因为他们很多人自动当选 所以法兰民有几个政党 民主党 甚至公民党 甚至社民连某些人 主流媒体、明报、苹果那些 全部统一口径 就将这个责任押落在我们身上 那完全就是很明显要打压的 这个都看得出来很明显 但是很不堪地 又不见有些学者 当然李鹏所说的 已经出来说了一些 教委没那么负面的评论 但是就回那个成因 到今天 我都没见一些学者出来 就回那个成因 有一些权威性的论述的 没有的 没有的 以前那些最喜欢讲选举的那些 失势中的 赛斯强啊 完全没有 马岳啊那些 起码要将这个表象分析出来 你可以不同意人民力量的策略 的政治取向 但是起码你要讲回 多人自动当选 是绝对跟人民力量参选 毫无关系 你作为一个学者 这个要很基本的 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分析很基本的了 是的 我没有时间做而已 我有时间做 我三个小时做了 是吧 但是已经和那个选举提名截止 到现在已经两天了 嗯 但是还没见那些学者做到这些研究呢 真是这些九头学者 就是很多时候真的 带个咪来 有些即时反映 说到两句就扮专家 就是叫他具体做一些研究 特别找出一些事实的真相的时候 就不见他们很劲力做事的 是的 没有的 就是照理如果真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 其实呢 真正譬如参政的政党 他们就真的会做这个所谓选举的功夫 然后对于背后的那些选举理论 选举数据 或者那些因果关系 是应该会有一大堆学者出来 很客观地这样讲的 但是香港没有的 香港那些其实所谓选举学者 全部都是龟边 自己喜欢讲几句那些废话 就当什么都会这样讲一下 其实没有这些 那些区议会算议的 人民币是64人 是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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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地域的分布 好 那就是很参差的 比较参差的 那 那 分开五大区 五大区就是 新界 那就是 香港岛区呢 就有十个朋友参选 那就是 那就是 主要就是在中西区 有五位 那然后呢 在南区就有两位 那湾仔区 不是 南区有三个 那湾仔区呢 就有两个 那 那东区就 就未有人去参选 那 那其实东区最大的 港岛 是 但是 东区有几个原因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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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什么人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支持者 没有什么人在那个区里住 很有趣 也很奇怪 也没有什么 譬如 莊格 就是有 譬如懂得当地的 不是的 因为你们常常都是 在这个湾仔游行示威 太可能 在这个 就是 同学湾 中环 所以那边的人多一点 是的 那这个是港岛区的情况 那 九龙区的话 如果是九龙东 九龙东 九龙东 我们其实是 导演这三个 其中一个是马仔 他在王特仙 就会和贤姐 另外就会有一个 有两位在 观塘区 那九龙西呢 就多了 因为始终 中环是当区的 入府委员 还有他有很多区的职员 或者当区 一向已经做了工作 其实有很多已经是 那里就有二十人 可能是有二十人 那相当多 占到三分之一 那 新界东 就主要是 比如前线 他们的 会比较多 一向前线都在新界东 做的功夫比较多 那加起来就会是 先看看 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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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最多 当然是在 新界西区 新界西区本身也是最大 十四个 对了 总共有十四个 朋友 所以 其中最多的一个 单个区议会 葵青 葵青是七个 屯门也有七个 但是 深水埔区有九个 深水埔区 对 因为我们屠民协 砌得最低 哈哈 哈哈 拔损 拔损 拔损就最厉害的 以单区来说 其实是 但是这个分布 也都明白的 因为其实始终 譬如有你 或者毓敏在 当区立法会议员的 譬如的资源 或者不一定资源 地区的网络 或者一直一直支持 开你们的支持者 可以其实做一个分析 如果你说自动当选 你用刚才的五个大区去比 看看哪一个大区 那个八份比 嗯 用个议席和自动当选的 百分比 比较 看看哪个区最多 可以 嗯 就可以看到 究竟哪一个政党 因为我们的力量 在九东 和新东 在港岛是薄弱的 没错 是吧 当然新西的议席是多 整体议席是多 整体议席是多 是吧 对 对 很多人第一个就问这个问题 是 这个是对的 我们现在只是会有 譬如在选举经费上 某些资助 但是 选举的 钱其实是其次的 而是选举工程 那个资助又不是纯粹资助 譬如你说 那三千元 一万元一个人 那三千元按金 那三千元按金 如果你不被充公的 你要回水 对 对 另外那七千元 那七千元 如果你得到某些的票 政府又给到某些钱 有些又要回水 对 所以其实那个资助 都不是什么 当然 好过没有 当然好过没有 但是我们 我们就是成立了 时间短 那么短时间 可以有那么多个财力支持 六十四个人参选 已经不说得少了 大教 但是很多候选人 我自己有点感觉就是 以前某些党找人选 你没有什么好些的资助 都不用自意 那些人 真的不用自意 反而由美 还有很多投诉 是 我发觉我的候选人 没有什么投诉 是 我想所以就是因为 那个道德感召 还有一个 为了一个 很高的目标 去做这次区议会选举 就会令到 那些人的憧憬 和去计较其他东西 又会少很多 我觉得这个 我都见到很多参选者 总之一股忠绩 我都不理那么多了 总之我买这个议题 买人民力量 为什么要这个做法 我又肯抛筹路面 那我就要出来选 这个是特别的 对于我们 但是我都明白 譬如大家所说 始终我们是新的 譬如整个选举委员会 或者有选举经验的人士 都不足够 所以在那个 我觉得钱是其次 而是那个 logistics 如何将选举工程 做到出来的整个 整个系统 支援是未足够的 所以现在都 所以我们 老实说 我们成为 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政团 无论成为第三大党 参与区 要会选举 只是在这个 这样的配合上 已经是很困难的了 其实 所以我们分区 都会有不同 五个大区 来做一个 小一点的 部署 然后在每一个大区 譬如像新西 你们会再分不同的区 因为 真的太多人了 整三 整二十多人 希望这样 或者每一个小一点的区 譬如主理人 或者区头 可以能够 帮得多些 当区的区议员 这个就是要这样做 你一开始提到 这一次区议会选举 人民的两个重点是 做一个新民主义运动 一个宣传 政治意识的传递 灌输等等 主流传媒也未必会这么帮忙 不但不帮忙 很多时候抹黑 扭曲 打压 会落井下石 你怎样透过这个选举 当然透过那些辩论 有时候有些少机会 我们只有六十四个候选人 有四百多个选区 你怎样将那个讯息 传递到去全港呢 这个真是一个 一千万多的问题 因为我想 譬如我们六十几个选区 我们会有单张 会有计议入屋 所有这些都会有政治的议题 这些当然会传递到 所谓的传递到 但你说在其他 我们未能够 reach 到区 怎样可以做到的呢 那 很老实说 可能有时候都会需要 其实 你不是真正 一一一 很老实说 我们很多区议会选区 都是为了自在参与者 将这个讯息带出去 是一个政治表态的运动 多于一个 议席的争取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 在譬如大区 去做运动的时候 可以不妨是可以放松一点 譬如说 根本是为了在人流多个地方 我就做宣传 好过只躲在区 这当然也要视乎 整个区议会选区的 部署是怎样 或者当区参选区的区议员 候选人 怎样去部署 但我觉得 关于你这个问题 激激而起 有多困难的 但是如果真的想 reach 到更多的人 甚至可以当他 是一个比较大型的 或者是预演 立法会选举的预演 这样去做都可以 其实我觉得 其实可以考虑 参考五区公投的时候的成绩 是 有时有些宣传队 是吧 当然你区议会选举 个别候选人 一定下回自己区 是 没错 但是如果中央 即是有一队宣传队 是吧 就不问哪个候选人 是 重点就是正如刚才你所说的 是宣扬这个新民主义运动 宣扬这个票债票偿 宣扬这个民主党投降 是 剥夺七百万市民的投票权 即是那个罪行 其实在哪里 是 即是很多市民仍然不太明白 明白 是的 即是去年民主党支持 这个偽政改方案之后 带来的和害是怎样呢 你下街问八成市民是不知的 很多人都不知 是吧 但是你跟他一讲解释多一点 就开始明白 就开始接受我们的说法 是的 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医生很多了 他就有一个 会巡回几大几区 人流多的地方 唱衰八甲的行动 但是呢 正式的那条招式是怎样呢 就还未保得住 但是呢 就会做这些这样的运动的 会巡回很多区 甚至我们不一定要 也有时候会落下 我们会策好参选的选区 但是也有时候不一定的 譬如可能在人流多的地方 旺角也好 沙迪火车也好 做这些这样的选举活动 譬如我自己计划了新加西 我新加西五个区议会 那我们来党我们就没有人参选了 那全班我们又没有什么追打民主党了 那我们园门 园门 我们就完全没有跟民主党对陷了 那主要是葵青和园门 因为这两个是民主党的重振 这个权 所以我们重点是打这两个区 那这两个区 我们虽然每个区都有七个区 但是每个区都成二十九三十个议席 所以七个都是很少 那么我们其中的想法呢 就是除了个别自己的区议源后选人 在自己區擾的選舉工作之外 我們其實在想的是 在屯門的重要的人多的市中心 這個葵青 譬如葵青站 或者這個青衣站 或者葵方地鐵站 那些出口 我們會計劃做大龍鳳的 是啊 醫生現在那條條條都是這樣 在沙田火車站的對出蘋果最多人 青陽賽街、銅鑼灣、行人主動區 搞一下這些龍鳳 不一定是當區的 因為其實在那些多人流的地方 根本那些人都不是那個區 反而可能是去到其他不同的區 搞這些龍鳳把訊息帶出去 我們在其他區已經在想 所以現在新西正在做 其他區我們也有的 搞一下龍鳳 主要都是把八甲的罪行 是怎樣突顯出來的 但是那個堅明你們是最厲害的 我也說我選到已經呆了 已經不懂 就是腦子不懂得轉了 是吧 所以 就是點了一個很簡單的訊息 是 是吧 喂 他的罪行在哪裡 你可以簡單在30秒裡面說出來的話 那些選民就會多點醒覺 那這個要靠你們 是呀 怎樣去設計 會呀 現在設計了一點的 我們想了幾個 但是醫生叫我不准爆炸 不要爆炸 好 在皇台 所以接下來這幾個禮拜 這兩三個禮拜 就是進入 就是高峰期 是不是 就是在拉票或者選舉的活動 就會到處去巡遊 其實好像皇上昨天那個的例子也很好 對 喪屍 喪屍好 喪屍這個例子 你說一些年輕人就好 就聽得明白 聽得明白 是吧 喂 年紀老的那些未必明白過 他不看這些電影的 年紀大的那些 是吧 但是年輕的那些 九成九都明白一聽而已 那接下來就是那個選舉 嗯 還有大約六個禮拜 六個禮拜 六個禮拜 六個禮拜左右 那接下來就賣牙了 賣牙 那逢侵選舉呢 最重要就是臨尾那三個禮拜 是 OK 就是你有任何的插牙工作呢 就算你現在可以懶洋洋少少 是 一去到臨尾那三個禮拜 就要全力了 就是要賣身的了 那就 人民力量資源有限 是 其實我們上次籌款 籌到那七十多萬 那選舉已經去了一大圈 是吧 是 就是接下來 有些什麼其他的想法 是令到這個選舉 令到人民力量 那些候選人 不會覺得太孤單的呢 我想 現在的想法 都真的要 可能要靠一下你們 就是比較 知名度高的 朋友可以是 就是 在巡迴各區 這樣做一些 就是 宣傳活動 因為其實 我們六十四個區 怎麼說 說多 就不多 但是少一些都不少 這樣 看看可以在 譬如選舉委會裡面 定一個時間表 就是 一些比較有高知名度 或者可以吸引到 市民會過來 為觀下的 我們的成員好 執委好 支持者好 就去做一些 就是這些 這些樂區的活動 那我覺得 如果你剛才說 其實穿衣服 可能是重要的 那可能 尤其是可能 在一些假日那些 都會 是不是假日好呢 其實我都不太清楚 就會做這些 這樣的支援活動 至少令到 我覺得 有幾件事 第一就是 本身可以吸引多些人 關心我們那個 候選人是誰 第二就是 其實也對 當區的候選人 那個 所謂那個 士氣 是會有些震作的 所以這個都 現在我都和 我們選舉委員 其中的職員 周媽 都在想著 怎樣可以編一個 這樣的套 但是要麻煩你們 是不是 周圍巡迴一下 我覺得 希望這個 都可以給到士氣 參選人 和多些人更加注意 尤其是 因為有很多 包括我自己在內 都初歌新丁 有時候 你 就這樣一個動在 或者幾個義工 這樣動在 一動多幾次 你又覺得 孤零零 或者是 好像沒有太多人理會 那個打擊感都很大 上一次五區公投 我們有個 多成功 多受群眾接受的 一些做法 就是我錄了一些很短的短片 有些是一分鐘左右 明白 透過這個網台傳出去 和朋友透過這個Email 可以傳出去 有沒有考慮再做這些 會會會 這件事已經和我們 就是 人力量宣傳的部 的一樣 和人網CEO 萬必這樣 都要這樣 這些 有沒有想像奧巴馬Girl 我們有找過 你沒有想過那些什麼Girl 經常都有想過 那時候 五區公投 那時候他想過 五區公投Girl 我們有些P-P-Boy P-P-Girl 先別說過那些 是嗎 那就可以 不用太悶了 聽我和你說話 很悶 不是 你悶一點 你不知道 你不知哪一輩 所以我們會更多 要找一些更活 找一些更活 吸引一些 或者群眾覺得有些新鮮感 可能說話 他們的興趣味大一點 對 這個都在做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或者不知道 我們都可以說問 10月30日 我們會有 在區選前的一個造勢大會 會在九龍公園 是星期日 就是三十一號 應該是 在九龍公園 下午的時候 星期日 是星期日 對於區選前 是星期日 我們會有很多這些片段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 做勢的方法 所以在做那些片段 的過程裡面 那些已經是 我們會加入很多肩膜 希望那些都好像 跟大陸所說 就是會把那些可以發放給 用email也好 網上也好 甚至在街上播也好 那你希望可以 令到那些人更加有興趣 去 留意我們的參選人 10月30日 10月30日 星期日 應該是四五點 那段時間 在九龍公園 但是順便說說 明天是10月1日 是 明天是10月1日 應該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國慶 但是我們仍然覺得 現在沒有民主 還有很多 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特權階級的主導 還有很多利益的輸送 整個制度有很多扭曲 人性的地方 所以我們說 只有國殤 沒有國慶 我們明天 11點鐘 11點鐘 在香港西區警署 會集合遊行到中聯辦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明天 10月1日 西環 警署門口集合 接著我們就會 遊行到中聯辦 國慶這個日子 我們表示政治的訊息 和我們一些評論 好嗎? 人民力量 今天很感謝劉翁 這個節目 應該是後來找你做主持的 嘩 我做很多了 暫時我指派陳偉業議員 繼續做這個節目好嗎? 好 多謝 OK 拜拜 拜拜